大家好,我是Ken 歡迎收看3C Video News 在我手中這一個呢 就是LG今年2014年最新發售的旗艦機 LG G3 廢話不多說,讓我們來進行開箱 OK,所以在我們面前所看到的就是LG G3的盒子 那下面他有寫說在2014年的時候他有得到最佳創意獎 是在那個2014年的MWC獲得的 那在旁邊可以看到 是神腦貨 然後後面有LG的LOGO 可以看到他是有1W的那個揚聲器 然後處理器是Snapdragon 801 還有5.5吋的螢幕 那前面的相機是1300萬畫素 那有這個特別的雷射自動對焦功能 那這個電池呢是3000mAh 後面的是寫 這是16G的版本 白色 那他有出白色、黑色和金色 他之後還會再出紫色還有好像紅色吧 那他下面也寫說這是在韓國製作的 那我們就來開箱 小心一點 OK 我們看到裡面有 OK 果然是神腦或者是 中華電信的廣告 然後在裡面把這個拉起來呢 就是我們的LG G3 白色的 先放旁邊 然後裡面呢 有 入門指南 這個就不重要 在更裡面 看到的是 充電器 和耳機 裡面呢 有附一個電池 在裡面就 沒有了 它放旁邊 放旁邊 OK 把這個 那它 你可以看到呢 它有寫說 呃 它是 quad HD 也就是 2K 俗稱2K的螢幕 我們看後面呢 這個看起來有點像這個 金屬的紋路 但是其實摸起來它是 塑膠的 那我們大概來看一下它旁邊是 什麼都沒有 兩邊是什麼都沒有 然後這邊是一個打開那個 背蓋的地方 然後這邊呢 這邊呢 就有一個 紅外線的 呃 就是你可以控制電視用的 然後旁邊這個 應該是 麥克風 然後後面這個呢 就是 呃 我們主要的相機 那這個是 呃 LED Flash 就是 呃 閃光 還有兩個 閃光 那這一個就是那個 雷射的那個 自動對焦用的 然後這一個是 鎖 或者喚醒鍵 然後 上面下面這個就是 音量鈕 它的Speaker 是在這裡的 把它 撕起來 嗯? 從哪裡是? 這邊 這邊撕起來 喔 所以它旁邊也有 可能 你轉到 它旁邊也有 就在旁邊也有 這邊也有 塑膠 怎麼那麼多塑膠 那邊 下面 下面也有 上面呢 還有音量鈕這裡也有 塑膠 沒有很好拿 前面這一個 從這邊拉起來嗎 那我們來 點亮 還是說它裡面沒有電池 打開看看 這個 SIM卡和 MicroSD卡的地方 把這個放進去 應該是這樣放吧 蓋起來 其實拿起來沒有很大 雖然是5.5寸 那打開 LG LIFE'S GOOD 第一次開機 沒有特別快 可以看到下面這邊就是 這個是 麥克風插孔 然後這邊是 喔對不起 這個是麥克風插孔 然後這個是耳機孔 然後這個就是 Micro USB插孔 然後前置鏡頭在這邊 OK 開啟畫面 選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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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在哪 OK 中文才完 OK 下一步 下一步 WiFi OK 打過Google帳號嗎 這個我就先跳過 但是不要 下一步 OK OK 那名字是 Can 就是Can OK 完成 OK Noc Mode 這就是說 就是說 你解鎖的時候 它你可以用 呃 呃 不是用密碼 而是說 這四個方塊的地方呢 你可以任意的 設定你要點哪裡 譬如說這邊 點兩下 然後在這邊點一下 它就會解鎖 設定 那可先跳過 那還可以選這個 On Screen Button的 顏色 下一步 再用我的手機 也是這個就不用 OK 我們到它的 Home Screen裡面 那 我們是有WiFi連線 那 這個N應該就是 那個MFC 基本上LG 呃 這一次的介面呢 是呃 比較靠近 那個 Stock Android 就是 就是基本的Android 它沒有像以前呢 那麼的三星 就是沒有那麼的 可能卡通化 或者 呃 就跟原本的差很多 這樣 OK 所以 接下來這幾天呢 我會先用這個 當作我主要的 手機呢 然後 呃 呃 先玩透它之後呢 我下一個Video 會跟大家介紹 正式的 呃 評測 OK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如果各位覺得 我的影片還不錯的話呢 請你按下下方的 訂閱按鈕來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呢 按下喜歡的按鈕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的問題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會盡可能的幫各位解答 謝謝